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各位宣导 智慧财产权 什么叫智慧财产权 智慧财产权其实它基本上的意义就是要保护 很多人他用智慧想出来的东西 他这个东西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很多精力 看着你投了很多很多的精神 要花了很多学会学来的东西 所以他把它创造出来一个产物 或者是一个印刷品 那这些的智慧财产权其实是要被保护的 如果不被保护的话 那整个社会秩序会大乱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跟各位同学宣导 让你在大学阶段就知道 如何去保护智慧财产权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到 第一个就是什么叫智慧财产权 第二个什么叫著作权法 什么叫专利法 那如何避免侵害他人的智慧财产权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叫智慧财产权呢 它就是说像文学 科学 艺术或其他范围的人类智慧的创作 它在完成的时候 它就受到把握了 所以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也写好了 这篇文章如果你写了一首歌 哪怕它是几个字你写好了 这就属于你的 如果你能够举证 别人是 别人是盗用你原先的 创作权 那你就可以举花了 因为这个是你产生的时候就属于你自己的 所以别人的也是一样 你看到别人的东西你不能拿来用 图片啊 文字啊 构想啊 理念啊 这些东西都不行 人家已经出来的 已经出来的 出来那种 用其他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个著作权 你就必须要受到保护 那这个字位财产权 那是依照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光碟管理条例 营业秘密法 机体电路 布局保护法 还有植物品种及种苗法 或公平交易法来保护字位财产权 这边当然很多法啦 那我们都知道最主要就是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这一点我们比较了解 那其他的呢 也都是还会受到保护 只要是属于字位财产权权 都受到保护 那我们国家审理这一个 智慧财产权权的单位 叫经济部智慧财产局 过去叫做中央标准局 现在已经改名了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 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申请专利 或主张 你拥有这个著作权 那什么叫著作权法呢 著作权法就是要 把上著作人的权利 让社会能够回归一个次序 那他说法物的著作 包括哪几下呢 各位看看 第一个就是语文著作 语文的 就是写作的书本 音乐著作他写出来的音乐 戏剧舞蹈著作 美术著作画出来的图 摄影著作 他拍出来的照片 因为有些在那种照片 各位都知道 像说在那个动物园 野生动物或大海底下去拍 那个珊瑚 是画了很多很多的行程 很多很多的安排 才能够得到那张图片 那背后都是心力跟金钱的投资跟整合 再来图形著作 视听著作 录音著作 建筑著作 电脑 城市著作 这一类的 都是被著作权法所主张的范围 那语文著作包括呢 包括诗词 散文 小说 这一类 音乐著作包括 曲谱歌词 那戏剧包括什么 舞蹈 歌剧 画剧 末剧 其他的戏剧 舞蹈作品 美术包括 绘画 版画 漫画 这一类的 那摄影包括相片 幻灯片 跟其他方法 做出来的 还有图形 包括地图 图表 科技或工程图 视听著作包括 电影 录影 影碟 电脑荧幕的 其他 产生的影像 那录音著作包括 像我现在在录音 这个就有著作权了 这有机器或 设备表现 声音的 互作为任何媒体上的著作 建筑著作 设计图 建筑模型 建筑物 电脑程式 写出来的程式 这一类都是被 保护的 接下来 跟各位介绍 专利法 专利法 主要就是为鼓励 保护利用 发明 与创作 与促进产业发展 就制定这一个法 专利法 它先是 我们只保障 在我们国家内 我们只保障 中华民国国民 跟中华民国 共同参加 保护专利的 国际条约 如果我们跟 我们国家 有任何条约协定 这一类的条约 还有协定 或团体机构 经过我们主管机关 核准保护专利的协议 这一类都是了 各位知道 它这个 扩张的范围 其实是蛮广的 专利法 它把范围 其实是蛮广的 那接下来 这就是要跟各位同学 讲的 我们如何避免去 辛亥他人的 智慧财产权 其实我们在这里讲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各位 那些程式不要乱copy 就是告诉这一点而已 因为原型写程式的人 他们出发了很多新写著作 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copy 那这些写程式的人 就没有办法得到 应有利益的保障 像歌曲一样 人家一首歌要去做 录制一张光景 要花几百万 可是你 大概几分钟 就把copy下来了 而且你还会散播 所以 如果你有下面行为的话 我们就认为 你已经触犯了 智慧财产权 伤害到财产权 你第一个就是重制 你被人家copy 口述 公开口述 你在公开的 什么叫公开 三个人以上就是公开 你们把他讲 别人讲的话 公开传播 比如说你叫商店 商店把他人也没有 传播出去 公开上映 公开演出 这边可能都是公开 公开传书 改作 篡改的不是公开 你财产的东西 你不能跟人家改的 上部 公开展示 发行 公开发表 这一类的都是称为 侵害他人 智慧财产权 那以上我们这个 有试解 跟各位讲 一些简单的说明一下 什么叫智慧财产权 我们希望 国内的学生 从小学阶段 中学阶段 就能够给他 这一些机会的概念 比如说 你去影印一本书 他本身也侵犯 智慧财产权权 你copy人家的一夜光点 已经 产生智慧财产权 的这个侵犯了 还有再来就是 你把人家的软体 像SPSS 你不去买 你就这样用 或者是防毒软体 你就这样call 基本上这一类 我们就认为 它是侵害了 他们智慧财产权权 我们会去做这个 宣导片是教育部 教育部要我们 在数位学习的 课程制作的时候 在第一章句一节 就先进行一次 智慧财产权权的宣导 让同学们 都有这样基本的理念 我以为我也不弄 我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自己不需要 你不需要